传越博斯普鲁斯两周之间的神奇航舟 博斯普鲁斯海峡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区 这条世界上最狭窄的海峡之一 连接亚洲和欧洲将伊斯坦布尔市分为欧洲和亚洲两个部分 北端连接黑海南端连接马尔马拉海海峡全长约30公里 最狭窄处约700米 最宽处约3.7公里 这使得博斯普鲁斯海峡成为连接两个大洲的要导 是国际航运的重要通道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历史上 具有重要战略和贸易意义 它曾是古代希腊 罗马 拜占亭和奥斯曼帝国的边界 见证了数个文明的行衰 今天我们将登上穿越海峡的游船 这是一次穿越两大洲 融合多元文明的奇妙之旅 让我们一同展开这段令人兴奋的航程 首先 欣赏到的是伊斯坦布尔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蓝色清真寺 这座独具特色的伊斯兰教堂 以其蓝色的瓷砖和六座圆顶而组成 是伊斯坦布尔天际线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继续向前 加拉塔塔楼将在您眼前一领 作为伊斯坦布尔的制高点 从这里俯瞰城市的美景 感受着欧洲岸的现代与古老相容的独特魅力 游船继续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 您将途经伊斯坦布尔市区的一系列历史建筑和风景名声 每一个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故事 多玛巴切宫 这座宫殿是奥斯曼帝国末期的宫殿 曾是苏丹的新宫 其巍峨的建筑和华丽的内部神社 展现了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繁荣和豪华 国家宫殿绘画博物馆 National Painting Museum 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座艺术博物馆 于2014年在多尔玛巴赫切工王储关底开放 博物馆展出了宫殿收藏的 约200届19世纪土耳其和国际艺术家的绘画座 奥塔克一清真寺 这座清真寺建于19世纪 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精致的装饰而著称 在游船上 您可以从海上欣赏到清真寺的装饰 15泰姆兹赛西特勒桥 15泰姆兹西特2K 这是一座连接亚洲和欧洲的现代桥梁 4个月 卢梅利堡垒 卢梅利堡垒 卢梅利堡垒是奥斯曼帝国时期 为了保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建造的军事堡垒 其雄伟的建筑仍然屹立在海峡的岸边 巴提和苏丹穆罕默德大桥 和Dissarton-Memotville 又称博斯普鲁斯大桥 是一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主要桥梁 也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重要通道之一 现在我们来到了亚洲岸 阿纳多卢西萨里 也称为安纳托利亚海塞 这座历史城堡建于1393年 由奥斯曼帝国苏丹 被伊阿奇的伊士委托建造 作为对抗败战亭帝国的军事基地 沙洲人 沙洲人和沙洲人 库勒里军事高中 KUE Military High School 这座历史悠久的军事学校 建于十九世纪 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军事教育机构 贝勒被移工贝勒贝巴勒斯 这座宫殿位于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岸 是奥斯曼苏丹的下起行宫 建筑风格独特充满历史的沧桑 最后游船经过处女塔 这座古老的塔楼 是伊斯坦布尔的象征之一 其悠久的历史与海峡相交融 为这段航程画上完美的句点 回望这一路的风景 给我们留下一段 令人难忘的 伊斯坦布尔海峡之旅